提到港警朱玲玲,想必大家都会被她传奇人生震惊到。 在选美比赛中,17岁的朱玲玲夺得香港小姐史上第一个双料冠军。 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还被富豪或震庭看上了,开始对她展开热烈的追求。 之后两人结婚,朱玲玲那场婚礼盛况非凡,媲美皇室。 然而虽然霍振平是喜欢朱玲玲的,但两人许多观念却难以磨合。 日久天长,当初的感情很快就被磨灭了。 即便朱玲玲给霍振平生了三个儿子,这段婚姻关系还是维持不下去,两人选择了离婚。 而朱玲玲后来又认识了一个富商罗康瑞,50岁那年跟60岁的罗康瑞大婚了。 因为跟朱玲玲的感情,罗康瑞被赞成香港最深情的富豪,苦苦等待朱玲玲这么多年,终于抱得美人归。 确实,当年朱玲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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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巴想 这个时候罗康瑞看到朱玲玲 应该是想起当年朱玲玲 参加选美时的经验颜值吧 而罗康瑞的财富值 虽然没有货家那么厉害 但在香港富豪榜中 也是排得上名号的 之后两人就成了朋友关系 一起喝咖啡闲聊 朱玲玲那时候生活过的苦逼啊 正需要找人吐槽的时候 而罗康瑞则会善解人力的安慰他 两人十分情投一合 但那个时候的香港记者很厉害 朱玲玲曾经悄悄在英国开店都 被香港记者扒出来了 更别说在香港街头跟罗康瑞 一起喝咖啡了 于是花边新闻传遍大街小巷 火震婷很生气禁止他跟罗康瑞来往 朱玲玲任母黑人 03年带着小儿子搬出货家 两人在05年秘密离婚 之后朱玲玲就跟罗康瑞在一起了 只不过当时两人都没有承认双方的关系 直到07年他们去看色界的时候 山被曝光了 曝光之后第二年 两人就低调晚婚 虽然说是低调 但婚礼一共花了一千多万 而婚纱首饰是大头 用了一千万 可见罗康瑞多爱朱玲玲了 如果这还不足以表达 他对朱玲玲的爱 那共享财产总是可以了吧 婚后罗康瑞立刻就向香港赶交所 拾保朱玲玲太太身份 朱玲玲共同拥有罗康瑞的46亿身家 40岁的朱玲玲在第一次婚姻不幸之后 还能遇到这么爱她的男人 简直活得比小说还要小说嘛 不过他们的爱却是建立在另外一个女人的痛苦之上的 那就是罗康瑞的前妻和经节 在跟朱玲玲在一起之前 罗康瑞有个妻子叫何金姐 两人生了两个子女 婚后他们一直是非常低调的做派 零年 朱玲玲跟罗康瑞绯闻越来越多时 同时传出何金姐跟罗康瑞分居的消息 当时人们议论纷纷 让罗康瑞不得不站出来澄清说 两人的感情早在十年前已经出现问题了 经过商议后 让何金姐搬出罗家大宅的 并且强调书跟朱玲玲关系是清白的 清白不清白 时间可以证明呀 最后你们两人 不断恩恩爱爱的结婚了咪 而何金姐离婚后还会关心前夫 留心他跟朱玲玲的恋情 何金姐也是心大 如果还喜欢 看住自己前夫跟其他女人恩恩爱爱 多次眼 如果不爱了 也真的没必要再关心了 所以说罗康瑞是深情的男人 还真不一定 这深情反衬